这是啥子的 啥子的记录生活 农村的记录生活 家里的牌子讲的嘛 我能晓得 在整都在拍哥 你们今天来好多人嘛 就是拍啥子玩意 他都在拍 这个狗他一直跟着我 一脚 一脚就能把他踢飞 你害了吗 我来了一块了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了我们清溪镇附近的 杨家山山顶上的一个村子 在这里我们将寻找我们的有缘人 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走到了一个公路边的村子 下面有几幅人家 但是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但是厚着脸皮 出发去问一下 现在还有太阳 不过这个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四周的景色 这里呢我前面就是这个村子有几幅人家 待会下去 然后附近呢就是一个祠堂 一幅竹林 还有后面的山顶 好了下面我们就去 过去问一下 看看这里有哪些人家啊 我来了 也好像在修别墅 这个路 这个路没有躺 是我的泥巴 这一家好像没有人呢 我怕从上面走 那个狗来了 调不赢 从下面走吧 前方发现一位婆婆 去问一下 小狗狗你好 嘿嘿嘿嘿 又来一个小狗啊 这个小狗这么欢迎我 这个小狗好像很欢迎我 这个小狗 一天都在拍拍拍呀 你看到黑洞人拍吗 是不是有黑洞人来拍吧 哦有好多吗 青马狗 七八个呀 七八个呀 哦 嗯 他就一 一个小时一个狗 一个小时一个狗 是什么的 我们是农村记录生活 什么记录生活哦 农村记录生活 一二二三张的嘛 他们这个小狗 这哪个的那个汤嘛 哪个都得拍个我看 来了有好些人吗 我能晓得 嗯 你们今天来好多人吗 就是拍啥之外 一天都得拍 哦 那些农村的 都到农村抓 哦 这位大姐说 他们这里有很多人在拍 我都不知道 他们这个地方 我是第一次来 哈 他们这个地方 我是第一次来 对 没有拿过来 跟我们拿起来的 我们农村你看 没有拿了 哦 好好好 我没找你哈 我找你我啊 走 看来这里的民风 不受欢迎啊 我们这里 我们这种在这里不受欢迎 走啊 这里山庄的院子还是很大 你想干什么 所以说我们在农村拍摄还是 还是 还是有风险的哦 你看这个狗 它一直跟着我 不过是个小狗 一脚 一脚就能把它踢飞 这海了吗 你看那个 那个小狗 它还一直跟着我 一直看着我 嘿嘿 不可理喻哦 再继续往前走 我们再看一下哈 继续看一下 哇 前方那么多鹅在叫 来问一下这位大爷 大爷 叔叔 没见到啊 你好 叔叔你好 你们这是啥子地方 啊 你们这是哪里 叫羊家宝 我能不能在你府头吃饭 他要吃饭了 太吵了哦 走了 走了 我们走了 我来了 你看 这位叔叔他耳朵有点不方便 还是不达到他们的生活 不达到他们的生活 继续走 你看一下 看这里还没有人 哇塞 嗯哼哼 嗯哼哼 朋友们我走出来了 那里有一条黑狗在那睡起里 不敢过去啊 看那边有没有人过来 然后跟他们打声招呼 这农村好像还是有风险的 狗太多了 哎呀朋友们我不敢去啊 那里有条狗啊 怎么办啊 那个婆婆在远处把我看着 她也不过来 那个狗不知道酸没酸住 那个为狗不酸的话 也是属于为狗不酸笋呢 往上面走看看 往上面走 我前方有位叔叔在挖土 好像是这碗红烧 我问一下 哇叔叔你们能够多红烧啊 你们能够多红烧 这一块土挖的刀好多斤哦 小人没拿个车 没拿个车不可以 起码几百斤的 老叔你晚上吃了吗 你晚上吃了吗 你呀 晚上吃大米吃红烧啊 大米吃红烧哈 哦 那还是可以 那一个人吃饭 一个 那我给你一路吃要不吧 我给你一路吃饭 你给我一路吃哦 哎 要的啊 真的哦 真的哦 你吃得下来哦 那个吃不下来啊 可以 我也不卡嘴 我不卡嘴的 我哪都可以吃啊 朋友们 我们今晚上 在这家叔叔那儿吃饭哈 那叔叔答应我了 然后 今晚上干脆一下 试试一个人的活食 我能够帮你做点啥子不 我是记录农程生活 我是拍视频的 啊 你吃辣烧 帮助我煮辣烧啊 哦 我给你一路吃饭嘛 我还是可以给你煮事情是啥 你都接受我吃饭 要煮辣烧 你全都红烧 我们从那儿跳下去 跳下去 跳下去了 一个人在我手中装甲好女友 什么你呀 是不是一个人还是勤快 勤快 还有 我也挖不成 我挖得成我们两个一路啊 我工作被打个腰了 不是多睡了哈 哦 是你也归姓呢 我姓王 有人的 来 哎呀 哎呀 还真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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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路 我们都是出来记录农程生路 这次是早 Apart 我都没有没有 你们打得来阳打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阿姨行程 叫他们阿姨行程 哇 我的事 不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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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得 我们去看一下 看碰到不 碰到时候都把他们拉回来 好 好不好 我们去接他们 等着把手洗了 看一下阿姨他们在哪里 把他们拉上来 拿回来这边吃饭 这个是水 来洗一下 没事 哎 不能了 刚才叔叔跟阿姨打电话 感觉好像今天星期五 两个孩子放完学 然后就要回老家 因为回来的时候 这一路上全是上坡 他们好像是走路 所以我打算去接他 结果叔叔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好像没有接 没有接的话就不敢去了 这种是喜欢我吗 这边还有一个牙子 牙子关键解放 看起来好乖 小鲁现在也不叫了 他可能是看到我这没办法 所以说他也懒得叫了 现在叔叔不知道去哪里了 叔叔不知道去哪里了 咱们农村人太忙了 太忙了 哎呀 咱们农村的确太忙了 我看走上去 看能不能预见 叔叔出去不知道去哪里了 看我觉得太忙了 今天吃饭是算的 今天就算了 回去了 今天今天不吃了 可能是咱们农村的确太忙 农村的确太忙 咱们明天再见 继续 明天就不走这个方向了 好 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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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